大家好,我是Alesha,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有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個很興奮的,很興奮的一個program 適合什麼人留意,就是做護士的,或者是做幼兒教育的,幼兒院老師 他們很適合的 因為加拿大去年2019年的6月18日 就有一個叫做Home Health Care Provider 和Home Support Worker Pilot的program 這個什麼呢? 就取代了以前那個我們叫做Living Caretaker的program 這個Pilot是有五年的 以前那個Living Caretaker 就是在家裡的養工就是要LMIA Labo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 Report 但這次的Pilot就不用了 No LMIA Requirement 就是五年的Pilot 不好意思,叫做Home Child Care Support NOC 4411 就是National Occupation Code 4411 或者是Home Support Worker National Occupation Code 4412 Home Child Care就是照顧小朋友的 Home Support Worker就是照顧老人家的 那那個Process是怎樣呢? 就是首先找份工,找個僱主 這個我們可以幫你的 第二就是不用LMIA 程序就簡單很多了 那我申請的條件呢 就是要IELTS 其他三個Category是五分 閱讀,Reading是四分 那就是在加拿大沒有工作經驗都不要緊的 但如果他累積到有兩年的工作經驗 就可以直接申請PR的了 那我們就可以首先 這個Job Offer之後 可以幫他申請Walk Permit Walk Permit 他就可以馬上去加拿大上班了 那一個好消息呢 就是他們的配偶和小朋友 配偶可以幫他申請 Open Work Permit 可以去加拿大上班了 那他那個小朋友呢 18歲以下小朋友呢 可以讀當地的公立學校免費的 再說一次 這個就很適合做護士的applicant 以及做幼兒院老師的 講個例子 我們有個client 就是做幼兒院老師的 他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是11歲 一個是14歲的 我們幫他找工作 去照顧家庭的小朋友 那兩個小朋友呢 就可以申請在當地讀的 一些public school的 另一個個案呢 就是一個護士的 他專業照顧老人家的 尤其是現在COVID之後 很多老人家寧願留在家裡 很大量的需求這些 叫做home support worker 就是可以幫他找份工 我們幫他找份工 就是幫他申請兩個application 一個就是work permit 第二個就是pr的 這樣 他一累積到兩年的工作經驗呢 那pr就 大家的evidence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